下面Focus这个新科技研发跟我们关系也很密切 就是塑胶制品回收在利用 现在已经有回收的方式 但它的过程往往制造更多跟环保抵触的问题 现在法国有一个科学家 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循环使用的塑胶材质 用完以后呢 这个塑胶经过高温和挤压 不要再做任何的加工 这个塑胶可以恢复到全新的状态 然后可以形塑新的产品 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回收 所以如果将来大量应用在日常生活的用品上 即使是飞机汽车的塑料都可以回收分解再用 地球的负担会减轻很多 塑胶这种再普遍不过的材料 在50多年前的电影当中 却还是个未开发的商业机密 如今塑胶在生活当中已经无所不在 而且永远也不会分解消失 尽管环保意识抬头 塑胶制品大多能够回收再利用 但这个再制的过程却一点也不简单和环保 2011年法国的科学家就发明了一种 可以不断循环使用的塑胶材料 还能省去大部分的回收程序 只需要用高温和压力 未来就能让旧手机的塑胶外壳 恢复成全新的模样 科学家用化学物质经过一定比例的调和 制作出了液态的塑胶 再经过高温和高压塑形 一块塑胶片就出炉了 科学家再把塑胶片剪成碎片 然后再用高温挤压 立刻又变成原来的样子 科学家说他发明这种塑胶的灵感 来自于电影《魔鬼终结者》第二集中 液态金属人的概念 只不过他利用的是纤维中分子和分子之间 分开再重新排列的原理 让塑胶可以任意塑形 这种新的塑胶材质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回收 如果未来汽车飞机和手机都能用这种再生塑胶 将能大大减低地球的负担 解决塑胶不环保的问题 美国的科学团队则是致力于绿色塑胶的研究 也就是利用各种天然的材料 取代石油来制作塑胶 例如利用植物纤维和油脂来制作环保皮革 目前运动用品大厂爱迪达和Nike都已经尝试使用这种环保皮革 如果试用效果不错 厂商有意愿大量生产 那么未来消费者就能穿上一双环保的素皮鞋了 TVBS新闻总和报道